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效果挺好 我认为补血 红枣 红小豆 红糖水 还有花生米的皮 红衣 各种带着红色的那个都有补血的功能 大家看来平常的这个健康节目没少看 说了这么多有关于红色的食物 还有呢中医认为能够补血的食物 那对于这个营养师来说 真的要是缺血了之后 他会用什么样的办法帮助我们来补血呢 还是请出专家掌声欢迎来自于 北京协和医院的陈伟教授 欢迎陈医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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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大家是不是这个健康知识 越来越丰富了 对的 你说明大家已经开始 从关注健康到关注改善健康了 对呀 而且刚才一连串 爆出了那么多能够补血的食物 这边有鳄椒 大枣 还有那边说的红糖 包括所有红色的食物 那从您这个营养师的 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他是不是都能够补血呢 这个关键是看血里有什么东西 需要我们来补 因为刚才这几位大妈提到的 都是传统意义上的 以血补血 以形补形 这是中医的一个观点 对的 那么但是实际上 我们今天所给大家带来的 所谓的补血 是补血里的一种成分 是补红细胞里的一个营养素 叫做铁 补铁就能够补血 跟受伤口令一样 对的 对的 为什么格外要强调补铁呢 那么是因为铁是构成 我们大家血液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成分 那么它参与到 我们血里边有红细胞 对吧 红细胞 它其中有个重要的成分 叫做血红蛋白 大家来判断 贫血有没有 全是靠血红蛋白的 这个数量 来判断有没有贫血 而在血红蛋白的一个 构成的成分中 是用铁来构成的 所以当你的铁少了 血色素 也就是说血红蛋白就低了 也就才能反映出贫血 那么而我们反过来 当我们铁补足了 那么也就是 我们的贫血就解决了 那您看您平常要 就职那么多 微重的病人 那您接触的这些 贫血的病人当中 大概有多少是 因为缺铁所引起来的呢 这个占的比例很大 应该来说在老年人 尤其是我们一些 容易缺铁 或者缺血的这些 孕妇 儿童 80%的人 都是因为缺铁造成的贫血 那这样讲起来的话 人群数量还是非常大的 是的 那看看怎么样 把这个铁给补回来 从而才能够补血 那先请您做做 大好慢慢介绍 要说到补铁呢 咱肯定要先想到吃 那吃什么样的食物 能够更好的补铁 看看您是否清楚 来看第一题 那我们看哪一种食物 含血量是最高的呢 也建议您啊 贫血的时候 就可以多吃一点啊 是猪肝 红枣 还是鹅椒 现场100倍观众 请表达意见 这道题我能答对了 因为专家开场 介绍完了之后 我终于明白了 原来我太太怀孕的时候 一直在补铁的目的 原来是为了补血 那么肯定是A选项 因为当时呢 大夫就说这个猪肝当中啊 含血量最高的 子童常听说到的是 什么样的东西 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一个感觉 特别是女生一定会有 就是鹅椒啊 又贵 那肯定就特别补了 是不是 而且女生有各种各样的 鹅椒的一些含片啊 还有口服液啊 肯定是补得特别有用的 才会出嘛 那咱们来看看 大家是否能够认识得清楚 来看现在 含血量最高的食物 我们看大家都认为呢 是这个猪肝或者是鹅椒 那看到底是哪一个啊 是排第一的 告诉您 这三样当中啊 最高的是 看一下 是猪肝 真的是猪肝 但是反过来讲 我们现场还有超过一半的观众 还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一个常识 这猪肝比那个什么 鹅椒啊 大枣啊 都厉害啊 是的 猪肝是我们目前已知的 各种食物中 含铁 最高的这么一类 这吃之喝喝都算上吗 是的 吃之喝喝都算在里面 因此呢 它是属于补铁剩品 大概它那个铁量还有多少啊 一般来说呢 我们如果用克数来算的话啊 就是100克 二两的猪肝 那么我们吃进去之后呢 能够得到35毫克的铁 那要是像什么 鹅椒和大枣呢 那么这个就相对的低很多了 像鹅椒啊 里边的铁的含量非常少 基本上都可能达不到毫克级 比如说你吃二两的 这个鹅椒 你可能连两毫克 三毫克的铁都没有 但是呢 为什么我们大家到了医院里面 说我贫血了 那么医生 医生很少有让你去吃 饿椒 去吃红枣的 都是我们传说中的 是因为啊 我们中医所提到的 补血不是补铁 大家注意铁和血呢 有所差别 中医所说的是指的补血气 它补气血 那么而我们今天所重要 重要讨论的 是指的补铁 那这样比起来的话 猪肝是完胜 绝对胜出的 但是啊 讲起来啊 我不知道大家 平常在家 是不是会经常做猪肝 会经常做吗 很多观众都在摇头 我觉得猪肝好做吗 要说到猪肝吧 我们总觉得做起来 不是那么容易 而且吧 它总会有一种 那种腥腥的味道 或者呢 好不容易炒完之后吧 它总是发硬 口感不好 那咱们看看啊 对于那些贫血的朋友们来说 我们怎么样做猪肝 能做出饭店里那个味儿 又脆又嫩 同时呢 还不含那种新山味儿 那我们让何嘉博士 再请到一位大厨 来交给您 有请两位 好的啊 那小季 那小季想问的这个问题啊 也是我的疑问啊 经常做这个猪肝呢 就做出来 要么就是太硬 要么就是太腥 今天啊 我们就要交给大家 做一道非常好的 溜杆尖 我们有请到的是 新锐厨师 段玉老师 有请 段老师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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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呢 您要交给我们 做这道溜杆尖 溜杆尖 那这个就是刚才 我提的这两个问题了 首先第一个 这个杆尖怎么选啊 这个材料怎么选 第一个我们所说的 溜杆尖 杆尖的话 实际它就是干液 一般的都是整个的干 整个的猪肝 那我们一定要选 上面的三指左右 这个杆尖来去做溜杆尖 就是三角形的 那个角上的 对对 那角实际它 正常来说 它就叫干液 属于在这个直辆的 最嫩的这一部分 然后去做这个溜杆尖 好的 那这个怎么样 有办法把它去腥呢 第一个像这个杆 猪肝的时候 我们买完 切完以后 一定要冲一冲水 冲一冲 对 把里边血水 给它去排一排 然后冲完血水以后呢 再去 然后把它 用毛巾 把它的水 斩干净以后 加入一些胡椒粉 料酒 去抹一抹味 腌一腌去味 这个腥味就会去 那这样 您给我们现场操作一下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 用到哪些材料 那么首先呢 是这个干尖 就直接切好了就行了 对对对 这个干尖 把好了味道了 然后另外还要准备的这个 准备 有一个是笋片 笋片 这是芋兰片 对对对 木耳 木耳 还要加一些青蒜 这个木耳和芋兰片 要不要先处理一下 对 这个芋兰片的时候 我们也一定要 然后买回来以后 切完票以后 用水漂一下 漂一下 然后冲一下 它里边会有一些 因为有一些草酸的 这些成分啊 然后把它冲掉 把它冲一下 那青蒜的直接就切好了 青蒜直接就可以直接炒了 好那这样 您教我们怎么做吧 OK 开始 首先这个干尖要做一下滑油 然后保持它的里边的水分和它的嫩度 也就是说通过这个比较高的这个油温 让这个干啊 它表面的这个 迅速的 迅速的 然后这样 它中间的这个水分呢 就保持住了 就比较嫩了 对 但是其实最后我们出菜的时候 是不用太多油的 对 然后还有一个制干尖 一个关键的一块 首先我们再做第二步 然后在这个油温凉的时候 我们做第二步 一定要预先调好一个汁 因为你干尖花的时间长了以后 如果再去现去炒 先去调汁的话 它就容易冷 明白了 所以在家里边做 然后先把这个汁料做好 对 加入一些酱油 酱油 然后蒜 蒜 糖 然后一些糖 加入一些盐 很简单啊 看起来 对 然后另外还要加入一些醋 一些醋 对 最后一定要加入水淀粉 这样的话 这个也是最后出来的这个干呢 就是能够挂住汁 对 这个汁调完了以后 待会儿在我们的干尖 拔完油以后 直接就爆炒 油温的话 六成油温 六成热就可以了 对 不用太高了 对 不要太高了 六成油温 迅速的 然后加入 它 就没了 轻轻的滑一下 哦 可以 其实加热的这个时间很短 很短 然后就是让它 凝固一下 就好 再加入少许的油 倒入清蒜的 爆炒一下 对 然后这个时间 倒入 拔好的干劲 其实您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看到这个干啊 已经觉得它非常的嫩了 这个感觉 对 好香啊 真香 最后我们淋一点明油 这个干尖就好了 好的 好了 那这道溜干尖呢 就已经做好了 现在我要来尝一尝 这个溜干尖怎么样 看看是不是比我做的更好 这是肯定的 我先尝一块猪肝吧 闻起来这个口水 就已经开始流了 我的舌头都快被吃进去了 谢谢谢谢 好好吃 非常不错 我告诉大家什么感觉 你的舌头上就像是彩虹一样 很多种味道在里面 一点点的这个蒜的这个味道 还有青蒜的香味 另外呢 一点都不腥 非常的好吃 那这个菜呢 其实做的也非常的简单 主要的呢 就是告诉大家 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这个六层油温 对 非常的重要 谢谢段老师 教过我们非常好吃的 大家不妨在家里 试一试吧 好 谢谢两位 看得大家都要流口水了 我们也好想吃一口啊 回家之后 您可以试一下 但是有一个问题 不得不面对 陈教授 你也知道 我们随着这个健康知识的 这个了解 都知道那个猪肝里边 含有胆固醇很高哦 你说这怎么办呀 为了补血 别到时候把那胆固醇 又给补上去了 对对对 很多的这个老年人啊 就是因为怕胆固醇 打死也不敢吃这个猪肝 我们并不是让你一说 咱要补血了 您天天 每天二两猪肝 每天二两猪肝 这样就吃坏了 因为血太多了 那么对于我们人体呢 也是一种负担 我们一般来说是一周 吃一次猪肝 一次吃一两猪肝 足够了 哦 那么少就可以啊 对的 因此这个量 它其中的胆固醇 对我们人体来说 微不足道 哦 就算是 这个胆固醇 它吃进去的胆固醇 和自身体内 合成的胆固醇 还相差十万八千里 嗯 因此大家呢 不必说 因为怕胆固醇高 就避免了这一类健康的食品 嗯 那么除此之外呢 为什么不让大家吃 太多的猪肝 也是考虑到 像肝脏啊 里面 除了我们说的胆固醇之外 它因为饲养的原因 它含有的重金属的含量呢 相对会比较多的 所以我们一周 吃一两猪肝 对身体是无害的 嗯 也没多少 对 虽然没多少 但是真的 我觉得一两 对于我来说 也特别难以下用 我真的不爱吃猪肝 我真的就像你刚才说的 那个味啊 我真的吃不下去 但像我这种 真的是吃不下去的人 一两都不愿意 真的一两都不愿意 那我是不是 铁就确定了 啊 不会的 大家想啊 这个老外啊 都不吃内脏 对 对吧 也没见有几个贫血的 那么所以呢 你很重要的问题呢 就是不光只是肝脏 还有铁 我们自然界 给我们大家的这个机会 是均等的 大量的这种动物的肉类 都是含有丰富的铁的 嗯 所以你不吃肝 你可以去吃猪肉 牛羊肉 那么这些呢 都含有丰富的铁质 但是呢 我们很多老年人 为了达到一个健康的要求 大家呢 哎 也是去听一些 呃 这个宣传 说你可不能吃这个红肉 为什么呢 一说这红肉啊都是饱和脂肪酸 它会让你的血脂高 血压高 冠心病 你没了 那么大家就不敢吃了 对 都吃白肉去了 对的 什么鸡压 但实际上啊 为什么红肉里边是红杀的 大家想过没有 有铁 为什么红肉是红色的 因为有铁 有铁 因为有铁 那么 所以说它是含有比较丰富的铁质的 它的吸收率也非常高 我们一天吃总的肉是 比如二两 是我们推荐的 呃 作为红肉来说 您可以作为老年人 又怕这个心血管受影响 您一周吃个两次到三次的 这个红色的肉类就可以了 一天保证有二两肉 就足够了 就白肉 红肉 加一块 二两就合适了 对的 那咱们看看啊 除了推荐您吃这个猪肝 还有包括一些红肉之外 那刚才观众也说了 很多红色的食物 中医认为也是有这个补血的作用的 那咱们呢 索性就在这些红色的食物当中来挑一挑 哪些食物含铁量也是比较高的啊 血铁性瓶血的朋友也可以来食用 看一下IT 我们看看呢 以下哪一种红色的食物啊 含铁量是最高的 又满足了中医要求 又满足细医要求啊 是红豆 枸杞 还是血豆腐 现场100位观众请表达意见 子彤认为什么食物有效 我想用排除反应 我觉得这样题好难 血豆腐我觉得肯定不可能 为什么 就是总觉得就是反应我不吃 因为我觉得 你不吃就不可能啊 对啊 血豆腐也是红色嘛 你什么痒什么嘛 对 但是我觉得红豆可能性更大 因为小的时候 妈妈经常给我煮红豆沙 她就跟我说 你都吃这个 吃这个对身体特别好 所以我觉得红豆特别有营养 它铁量肯定高了 还真是很多女性都是坚持长期的吃红豆 一些贫血的朋友们来使用呢 无限级提示您 健康之路精彩继续 恶椒 红枣 菠菜 樱桃 传说中的补血食物 真的有用吗 补血关键在吸收 吃得不对反倒退 补血学问大 吃什么不贫血 营养专家告诉您敬请收看 欢迎大家回到 又无限级独家冠名播出的 健康之路节目 现在啊 咱们找对了一条道啊 就是您要是贫血的话 很有可能呢 是因为缺铁所引起来的 那咱们缺什么就补什么呗 我们来看看下面三个食物当中 都是红色的 哪个含血量高呢 这个食物是 枸杞 这个还真是挺出乎大家意料的 我都错了 这是给大家下一套 对啊 刚才因为我特地提到 这个红肉里边是因为含铁 对啊 才是红色 红色 对啊 动物类食品中 色红的 它的铁量是高的 植物里边 它那红色 不是为了含铁的 首先 我们这几种食物里面 是指的每100克的食物 它所含的铁量 等量的 那你比如说雪豆腐 其实含铁也比较丰富 但是呢你想它是水多 雪少 那么它里面的铁量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而枸杞和红豆来讲呢 那么它的比较干 我这儿有一个 有一盘这个枸杞 那么大家可以 一般咱们吃的枸杞 一看的都是一粒一粒的 水分含量已经比较少了 对 所以呢它的单位重量里面的 含铁量是高的 那么而红豆呢 长得红 不代表里面就是铁 或者里面就能补血 刚才那个大妈说了 我专门吃那个花生米的那瓶 说那瓶里边我能够补铁 实际上这也是错的 那长得红色的 不一定就能补铁 是这样的呀 对的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枸杞 它里面有一些抗氧化的一些微量 营养元素来产生的这个红色 枸杞里铁元素能含多少啊 这个呢一般来说相对 它比猪肝呢要略微低一些 它每100克就是二两的这个枸杞 大约呢能够含十几个毫克的铁质 那基本上是猪肝的一半 对的 那下回吃猪肝的时候 就可以拿什么猪肝炖个汤 再放几粒枸杞 这样就起到双重的作用 对的 但是咱们看到这个自然界当中 有那么多好吃的 那我们还是要再为这些评写的朋友们 寻求一些其他的选择 看看什么样的食物啊 还能够补铁 我们把相关的食物拿到台上来啊 咱们看看桌子上摆满了 非常好吃的食物 水果 绿叶子菜 海产品 黑色的豆子和木耳 那我们请王毅和子彤到台前来 替大家来选一选 好 大家觉得哪些食物呢 这个不错啊 含铁量比较高 适合于缺铁的朋友们来吃 菠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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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来选 到这来选 必须这个我可以抢吗 这个从小妈妈就告诉我 补铁 补铁 补铁的就补铁了 剩下的 木耳 木耳不天 黑色的 我觉得应该是 好像什么酱汁啊之类的 对吧 这个 海带 海带啊 阿姨提醒 海带 海带 对 还有什么 海产品 茄子 茄子 我替你俩名拿一个茄子 我来 这边的朋友呢 出出主意 还有什么 蜜蜂桃 水果 蜜蜂桃 水果 这个呢 樱桃 这有罪爱吗 这个可以吧 一边笑一边点头的人很多 很认可这个东西 樱桃 那好 咱们现在挑选出来的 大家认为是能够有补铁作用的 是不是 挑全了吧 好 对 挑全了 那我们还是请陈教授上前来 我们场上一百位观众 集合智慧挑选出来的能够有铁的事物 就是这六样 还不够吗 不对吗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铁了 你这里边 别呀 这个怎么可能没有铁 好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先说菠菜 菠菜属于蔬菜里边含铁相对比较高的 我承认 对 但是吸收率极低 所以呢 你吃一捆 你也吸收不了几克的铁质 还要考虑吸收率 靠这个当大力水手 一般当不上 真的 对不起了 茄子 这是大家可以运的 茄子 看着很黑 对 但是呢 属于蔬菜里边含铁相对较高 比菠菜略低 但吸收率同样很低 还是很低 还是很低 这也不需要 这也放回去 对 我败了 好多缺铁性贫铁的人 还在吃这两样东西呢 对的 效果不佳 但是我们经常会看到 人家这个 有一些吃素的人 照样纯红齿白 人家不贫血 对吧 吃这个了 他不吃肉 就是这个 这里边基本上没什么铁 也可能 也没有 我告诉你 他吃的是什么 他吃的是这个 大家怎么都不选这个呢 真的是他 你别说这里没有铁 水果里边的含铁量非常非常低 可以忽略不计 比蔬菜还低 不会吧 比蔬菜要低得多 所以基本上虽然长得红 好看啊 没什么铁 这也交错了呀 所以素食者 这个也可以放下了 这个米油桃里边也没什么铁 所以 所以素食者 人家为什么会保持很好的不贫血 借助于两大营养 这个 对的 你看你拿对一个 六样里只有一样是对的 一个是木耳 那么这里边呢 它含的铁的量 是相对丰富的 尤其是黑豆 是黑色食物里就含铁吗 相对来说 比其他的要高一点 但是您那茄子 这不也不是 含铁量很多吗 吸收的很好 所以这个要看 食物的种类 另外呢 大家还忽略了一个 就是海产品 海带 紫菜 这些海产品里面 含的铁量 也是比较丰富的 所以素食者呢 可以多选择 这三类的食物 完了完了 这都挑错了 怪不得好长时间 就是一直在吃 这些东西的人 骨的这个效果 并不是特别好 对的 但是这三样好用 那怎么着 拿回去 这回记住了 这个黑豆给我吧 这个最补的 这样送给我了 好 谢谢教授 谢谢 谢谢林教授 那教授我想问啊 其实很多人不吃猪肝 而且还有很多人 不吃枸杞 因为觉得枸杞啊 一吃就有中药味 或者上火 对 那这样的话 如果我缺血 我索性就是 每天黑豆 盖牌蛋 再结一下黑木耳 我先补它一个星期 这样是不是就能够 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也不太容易 因为我们大家针对铁啊 一方面咱们前面 全讨论的是量 对吧 我把账面上该补的 我把它补足了 是 但是铁有另外第二个含义 是吸收率 也就是你得吃进东西 得能吸收 那么这里面就牵扯到 为什么我们建议吃 动物类的食品来补铁 是因为吸收率完全不一样 像肝脏 它的吸收率高达20% 而您吃的这个植物类食品 包括像菠菜 包括像黑豆 它的吸收率大大的降低 只有1%到3%的吸收率 好低啊 也就是说 你要为了完成 你刚才要靠豆子补 补铁的目标 你得比常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你得多吃三倍到五倍的豆子 才能够达到补铁的作用 猪肝是吃菜 豆子的话 我就得煮豆子饭了 是吧 对的 因此你看 我们很多素食的人 我们就要求他 每天得相对大量的去吃豆子 那么这样才能够达到补充的作用 除了你为了信仰 不吃动物类食品之外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 应该多吃一些含铁高的动物类的食品 这些是直接能吃到肚子里来的 但是大家平常生活当中 也有这样的一些经验了 说既然要补铁的话 那咱们看看有没有一些其他辅助的办法 比如说用那个铁锅 铁锅来炒菜 大家觉得铁锅炒菜对于补铁有没有帮助啊 有帮助吗 铁锅它本身不就含铁吗 它经过炒菜吗 所以这个受到人的里头也能有多一点的铁 我就这么认为 所以这些铁锅比别的锅要好 炒菜 好 是不是对于那些补铁的病人也好 朋友也好 是真的有帮助的 坦白地讲 从目前已经做过的研究中 我们认为铁锅是不太补铁的 因为什么呢 它是一个断烧的四氧化三铁 三架的铁 这个铁那么要经过你的胃酸 才能够去很强的胃酸 才能把它消化 那么才能达到所说的补铁的作用 但是呢 这个过程非常的漫长 而且呢非常的复杂 非常难靠它来补铁 还有一个 就大家炒菜谁也没看着 把铁掉下来 然后你去吃进去 对吧 你也不能说拿个铁块填两下 然后呢就来补铁 所以从这个道理上来说呢 它几乎是不能够被吸收的 这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的想法 说我拿铁锅炒 我就能够补上铁 我们还是要回归到 日常食物中去补铁 完了 那么沉的大马勺 毛都白颠了 那是不补铁的 那看来啊 还是得从食物当中 再来寻求一些这个方法 那我们刚才说了 有一些食物啊 这个铁呢 它就好吸收 那看看是不是有一些食物啊 和这个含铁的食物 配合在一起 恐怕就会影响到 这个铁的吸收了 对于这事儿 您是否了解呢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 那看一下贫血的人 他不宜喝什么 那没准喝完之后 你铁就不好吸收了啊 是豆浆 果汁 还是茶 闲场100位观众 请表达意见 那我们来看看 大家是否认识清楚啊 来看选择 大多数观众选的是 果汁 还有豆浆 那到底什么样的这个饮料啊 不是一瓶血的朋友来喝呢 看看专家的推荐 这个饮品是 就是茶嘛 对 开门七件事之一 但问题就是这个茶能解铁吗 还是什么样一个道理啊 奇怪啊 为什么大家这个没有选茶 以为大家都会很清楚 实际上呢 是因为大多数的茶 尤其是我们所说的燕茶 就是特别浓的这种茶 它含有一种物质叫柔酸 对 那么这个柔酸呢 它会和铁 尤其是活性的铁 结合在一起 形成一种叫做柔酸铁 它是不融的 到胃里边也融不了 那么这样呢 就延缓了 或者是抑制了我们铁的吸收 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大家认为好的东西 一种叫做多酸 大家都知道喝那个绿茶呀 绿茶里边有一种绿茶多酸 它是抗氧化的 对于我们的铁来说 它抑制了铁的吸收 所以我们在补铁的人的 这个餐谱中 我们要建议大家少喝浓茶 所以那你看得吃点什么呢 又能够补充营养 又能够帮助铁的吸收 还是来看看下一个问题 帮您明确一下 我们来看 我们看哪一种食物 是更能够促进铁的吸收呢 这三样都挺有营养的 西红柿 玉米 还是花生 谢谢苍一百位观众 请表达意见 对于这个问题来说 大家真的是一头雾水 以前可能很少提到过这样的事 来 我们看看大家是否清楚 先看选择 差不多太多吧 选玉米和花生的是比较多一些的 那到底什么样的食物 能够帮助铁的吸收 对于贫血的朋友们来说 多吃一些是更好的呢 一位国际著名的眼科专家 国际眼科学院院士 带您了解糖尿病 诱发眼病人隐秘或端 关注眼健康 预防糖尿病致麻 我我做起 从现在做起 欢迎大家回到 由无限级独家冠冰播出的 健康之路节目 要说到补帖 可能很多人认为是老生常谈了 但是确实有一些常识啊 咱们还没了解 您就比如说吧 你说什么食物能促进铁的吸收呢 是不是玉米和花生 我们看一下啊 是不是 是不是 是西红柿 不是说那个蔬菜水果的 什么吸收率不好吗 对呀 如果是铁的吸收 有无数的敌人 那么他有三个好朋友 是帮助他吸收的 那么其中一个 就是维生素C 那么维生素C呢 它在我们的这个吃进去 在胃里边所发挥的作用呢 就是帮着把我们的铁呢 给还原成容易吸收的铁的形式 所以呢 我们如果配合维生素C的话 促进铁的吸收 那就西红柿里是有大量的维C的 从这三个食物里边 西红柿和常见的一些水果 那么都是含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C的 多吃含维C高的食物 也能够帮助铁的吸收 刚才那个食物是吗 对 咱们刚才拿过来的食物 虽然我们把樱桃 草莓 迷糊桃 都不认为它是高铁的食物 但是它能帮忙 它是朋友 所以它虽然铁本身含量不高 可是它能够促进我们铁的吸收 这两下一组合 就能够促进铁的利用 那么来达到改善贫血的作用 那还得问问了 那这西红柿咱们老百姓吃法可多了 那怎么做才能够更有利于铁的吸收呢 咱们问问大家 我觉得是生吃有营养 生吃更好 咱们问65号观众 我觉得一个是西红柿炒鸡蛋 再一个呢 做这个西红柿鸡蛋汤 这样的话经过加热呢 可以使这个西红柿里边的微细 能够充分地释放出来 有生吃的 还有做熟的 做汤的 那到底哪一种方法 他们说对了 是更有可能帮助铁的吸收的 单纯从维生素C的含量 和吸收角度来讲呢 因为维生素C呢 是特别焦气 它怕热 一热呀 这维C就都分解掉了 那么因此呢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 我们烹调方式 要讲究能生吃的 我们尽量生吃 来保持它的原汁原味 那么但是呢 有些老年人说 我吃不了凉的 我需要去烹调一下 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 烹调的时间越长 炖的时间越长 维C的丢失就越多 所以我们在炒菜的时候呢 这时候那铁锅上来了 铁锅干什么呢 它热传导比较快 它能够叫做集火快炒 温度一上来 快炒快熟 熟了以后你丢失的少 赶紧盛出来 这样呢就能够有效地 把我们的铁和维生素C 能够互相补充来进行吸收 那就是为了要补铁的话 最好就是生吃 凉拌都比较好 是 可是老师您刚才说了半天 只说了维生素C一个 你不是说有三个好朋友吗 那还有另外两个 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对对对 除了维C 第二个就是我前面所提到的 维生素A 那么维生素A 一个大家都知道 在肝脏里边含量比较丰富 再有一个呢 在一些动物类食品 还有一些像我们 大家都知道吃鱼肝油啊 这里边有维生素A 含量比较多 另外呢 像我们吃一些胡萝卜 那么这些黄色的这个食物 它也是含维A和胡萝卜素 比较多的食材 也能够帮助我们铁的吸收和利用 那么第三个好朋友呢 就是一些金属的离子 比如说铜 那么它也能够帮助铁呢 来进行吸收 吃铜 铜铁 怎么铜铁 这俩是好兄弟啊 铁锅又要换成铜锅了 这铜也不能直接吸收了 对呀 铜锅也不行 也不能让你的铁呢 更多的吸收 我们平常啊 在食物里面 哪些含铜比较多 比如说像各种各样的坚果 这里边含铜就比较多 核桃 像花生 像这种大杏仁 针子 这些里边含铜的比例 都是比较多的 因此呢 您在日常食物中 除了去吃肉 吃点黑豆之外 我们还可以在 适当地去补点坚果 那么这样呢 也能够促进铁的吸收和利用 那咱们得总结总结啊 就是真的要补血补铁的话 可以吃的是猪肝 红肉 黑豆 木耳 海蝉品 还有包括补充维C的食物 当然要生吃 再有一个呢 就是坚果类的食物 对的 那少吃的就是 茶 牛奶 这样的话补充上铁 我们的血液就充盈了 好 非常感谢陈教授的介绍 谢谢